即日起到5月7日为止 饭店自助餐厅推出超人气新企划 热浪美食节 辛玛料理加年华活动 搜罗最经典的辛玛在地特色美食 要用酸、甜、辣的好滋味 带领涛客来一趟舌尖上的一国之旅 现在后疫情时期 虽然说疫情有比较趋缓 但是国境毕竟都还没有解禁 很多国人也都只能在台湾当地去做旅游 我们这次新竹老鱼酒店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去研发了一些特色的美食 毕竟新加坡马来西亚 比较当地特色的一些菜肴 我们想要在台湾呈现给这些 没有机会出国 但是可以在国内享用 当地的这些在地的比较传统的这些美食 加入多种鲜香料 以及大量的椰奶 不过分刺激的辣 适度的让人胃口大开 除了经典的风味肉骨茶 辣椒蟹 以及沙爹烤肉串之外 主厨更特别推荐了 这道加入咖喱叶拌草的干香鸡 暖嫩鸡肉一口咬下 咖喱叶独特的香气 在口中爆开 非常的特别 辣但是不像是那种川菜的辣 它是一种比较温和的辣 它吃完会觉得温暖 因为它放了很多椰奶 所以它的辣会让人家觉得很温润很顺口 推荐吃我们这个干香鸡 因为干香鸡它本身不难 可是它原物料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不好找 就是它的那个咖喱叶 咖喱叶我们找了很久还找到 那干香鸡如果没有那个咖喱叶的话 味道就跟在马下吃完全不一样 吃完主食 当然也不能错过西马地区的传统甜点 来自大马的点心师傅亲自研发 推出了清爽又开胃的斑兰千层蛋糕 甜蜜好滋味的磨磨喳喳 以及大方包入整块果肉的酥炸榴莲球 因为今天我们主要甜点有三种 一个是斑兰千层 一个是斑兰椰丝卷 再一个是某某瞅杂 某瞅杂大家都知道 都是那个椰江 然后加那个西米碌去吃的 因为贸某瞅杂本身是比较甜 所以我们会加一些酸 偏酸的水果啦 就凤泥nor跟菠蘿蜜 那些 最后就是那个 斑兰千层的话 它主要是以斑兰之斑兰叶 然后马蹄粉 和椰浆 去煮 然后口感很像是那个果冻的那个东西 在这些是那个椰丝卷的话 因为椰丝卷我们马来西亚是没有在卖的 因为我是加入一些西点的成分在里面 就把它用成那个蛋糕的模式 然后里面主要是 它酱是主要是它的特点 是那个盖椰酱 盖椰酱的话就是像是卡斯达酱的东西 可是它是尝起来是有椰子的味道的 疫情期间无法出国 饭店业者特别推出异国美食节 要用最道地可口的好味道 带领民众用味蕾来环游世界 凯博新竹简收其采访报道